星期日的屯門有愛村謀殺案 一個35歲男人為意買外賣期間被人襲擊後死亡 四個男人被捕 當中三個人被控謀殺罪 今天上午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昨晚帶其中一個疑犯去到案發現場重組案情 警方昨晚8時多將那個黑暴蒙頭的男疑犯 壓到有愛街市對出 有兩道轉入街市入面的熟食檔 合共逗留近10分鐘 期間相信和警察講述事發經過 警方在街市對出又拿出假人扮成事主 見到疑犯曾經半季壓住倒地的假人 曾經幾次用腳踩過假人 整個重組過程歷時近半小時